Nate 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Nate 老师 欢迎回来到Nate 老师来问世 随着健身风气的普及化 运动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态度了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老师来问我们解答 欢迎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I Define Gym 的Laurie 教练 那Laurie,那什么是健身教练呢? 健身教练其实是指在健身房中指导会员训练动作的人员 那通常我们的工作内容大方向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跟会员的互动 第二个就是帮会员制定他们专属的运动计划 那在健身房中通常有两种教练 第一个是团客的教练 第二个是私人教练 哇,原来健身房里有两种教练 一个是私人教练跟团客教练 那Laurie老师,什么是私人健身教练呢? 在我们健身房中 其实私人教练就是一对一进行指导的教练 那教练会按照你的需求 来帮你安排适当的运动计划 还有制定你的训练课表 那还有调整你的运动姿势 避免你因为错误的动作而受伤 哇,刚听Laurie老师讲这么多 感觉很复杂 那健身教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跟条件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取得执照 那其实取得执照也只是教练之路的一个起步 在取得执照的过程中 我们会学到解剖学 生理学跟重量训练如何操作 再来就是沟通能力 要能够了解学员的状况 并且有效的传达讯息给学员 第三个就是保持上进的心 因为现在的科技不断进步 所以在运动科学方面 其实也有很大的进展跟突破 那教练保持一颗学习的心不断进步 所以才能带给学员更好的运动品质 哇,原来健身教练要学 解剖学还有生物力学 这么多不同的学问 那健身教练可以帮助我们改变什么问题呢? 我们最常碰到的问题 其实就像是减肥、增肌 跟如何保持好体态等等 但是其实健身教练的能力 远远大于这些 因为其实有时候像学员的心态调整 他们的生活形态 甚至睡眠品质 都要由教练来着手进行改变 那研究也有指出像肌少症 还有骨质疏松 其实你做重量训练 都可以有效帮助 原来重量训练可以帮助肌少症 跟骨质疏松的问题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挑选 适合自己的健身教练呢? 首先你要先问问自己 你请教练的目的是什么 像是增肌、减脂、保持好体态、培养运动习惯 学习如何做重量训练这些 目前I Define Gym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那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 像是你需要姿势调整 或是你关节曾经受过伤 有机少症、骨质疏松 别担心 I Define Gym也可以透过运动 来帮助你改善这些问题 只要拿起电话联络我们 预约时间就可以咯 哇,谢谢Rory老师今天分享这么多有用的资讯 我们先给老师一个掌声好吗 那老师在这边向大家呼吁去施 健康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所以呢,真的可以去健身房试试看 让你的身体也变得更健康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